大家都知道 劉定堅曾經試過有幾年時間在北京搞影視 所以我對影視方面的消息 比較敏感 看到突然間有一個都算是對香港影視界很特別的事 誰知道 香港沒什麼人說 好誇張 但是 這件事應該是挺爆炸的 為什麼呢 全香港 我肯定是全香港所有影視公司 或是影視機構的大人物 最近 在 2024的香港國際影視展 開幕的時候 都一起 搞了一個特別的儀式 叫做 港藝振興計劃 你沒聽過呢 香港的 有關藝術方面 影視的振興計劃 即是說什麼 不行呢 現在要振興一下你了 這個是誰搞的 是阿里巴巴 沒錯 現在告訴你 香港影視 不行 由阿里巴巴跟你打枝針 鼓起你 看到包括安樂影業 笨小孩影業 東方影業 歡喜傳媒 還阿 還語 美阿 天下壹 TVB 邵氏 英王 這一大堆的香港 叫做 最集中的那些公司 有把炮的 全部集中在一起 支持阿里 我和你們合作 厲害嗎 阿里巴巴說要 救救香港影視 港藝振興計劃 這個新聞 我看不到有什麼娛樂圈報道 娛樂圈 說出來 反而國語有 好大件事 讓我來講講 為什麼呢 這件事 其實在反映 整個中國大陸 的影視狀態 亦都在講 香港未來 娛樂圈會是怎樣的 大家知道回歸之後 大家看到國內的影視 噗噗噗噗噗 一直發展 十幾億的人口 以前你所謂叫什麼大明星 現在全部都要北上 要依靠國內的資金 那些軟線 那些發行 來和你搞吧 如果不是 做鬼嗎 以前香港一個導演拍套戲 撿到幾百萬鬼那麼開心 上面 一個稍微有知名度的導演 五千萬至七千萬 都不騷擾你 放你 慢慢來 我的劇本是整張桌子那麼高 哪用理你 你想一下 多麼旺 當然啦 習大大出來灌一灌之後 就沒有那麼旺 香港的影視 因為主力 因為要和國內的 合拍片 才有機會 如果電視的話 你可以的 香港 東南的地方 都被人打了 國內的劇 都去了東南亞 你是哪個人打呀 如果再要看一些特別的 Netflix 就有很多 於是 香港的影視環境 就越來越差了 那麼 現在阿里巴巴 就打救你了 究竟背後代表了什麼 香港的影視圈 接著會有什麼變化 我告訴你 你要看什麼 日後 就不一定是 你 做 話事人 真的呀 什麼叫做 融入 這個 大灣區 融入了你 融入了你 如何融化呢 看看 劉電堅的報導 和解釋 要你知道 以後你就會變成一個 喜歡看一些 港 香港 和大陸 大港 融合的 劇本 和作品 咦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 就唯有是什麼 唯有多看一些YouTuber 所以我相信 這個融合 對香港的YouTuber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好了 看看 阿里巴巴說要大舉進軍 影視產業 於是 影視媒體這一塊 就說 找了11間的香港公司 一起去做 港藝振興計劃 要什麼呢 帶前提 當然是賠錢 五年之內賠50億 每一年平均10億 來賠入香港市場 和香港不同的電影人合作 拍電影和電視劇 目標很美麗 非常正義的 培養青年藝人 厲害 藝人也不懂得說國語 如何培養 然後 還要把網站 擁有優好的網站 跟香港的製作人分享 你來吧 我可以同時 散播到全中國 然後 之前我們跟TVB合作 拍過新聞女王 很成功啊 現在要拍新聞女王2 大家要拍手掌啦 因為 我們要把香港劇 做一個新的樣板 再傳播給 給全中國的人看 好厲害 負責 那位首席執行官 就叫做 范露遠先生 稍後我會很小心告訴你 整個優浩 情況如何轉變 他說 說完的話你也不明白 因為 要振興 這個廣藝 要共情力 和造星力 看你有沒有 共情 大家一起 摸到中國 和香港人 共同 那個 感覺 在哪裡 捉到造店 然後 還要造星力 怎麼做新的臉孔 他說不要再經常都是 那些人 你又找回蛇絲蠻 那麼有趣 是不是新能女王2 又找另一個人 我想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蛇絲蠻的功力 國內 很多 小鮮肉突然爆出來 因為大家是好捧這些美女 還有看這些電視劇 很多年輕人 香港不是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所謂的 港藝振興計劃 未來不會像你想像中 那麼精彩 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也有很清楚的背後的原因 好了 他說要突破 香港的 以前的播放劇 因為之前的 新聞女王 很厲害 以他們的公佈 女性的用戶增加了10% 00後的用戶增加了12% 所以 真是厲害了 你是最港劇的 Z世代來 所以我要來 香港 我們不再做搬運工 就是把你的港劇 拿到上面 不是這樣 我們一起參與 一起製作 讓你們香港人知道 什麼叫做 中港融合的電視劇 用香港的人 但是 又同時要你 了解中國的需要 明白嗎 你 以後知道 看那些叫做中港劇 不要叫什麼香港電視劇 那麼好 好了 接著又說 有些已經進入了的 電影 不錯呀 新的導演 其中一個招式 在香港設立 第二總部 厲害了 浸會大學 就會跟他有一個合作 五年的戰略合作 我們要邀請香港的浸會大學 學生 導演系 你上來上來上來 國內我們讓他做實習 觀摩一下我們怎麼拍 甚至乎有機會讓他試試做實驗的導演 頂一兩場來拍一拍 香港已經沒有電影拍了 你這班導演是不是很開心呢 當然是說得很棒 很開心 令到大家很 嘩 厲害了厲害了 錢來啦 又訪問一下田雞 田雞當然是說 好呀 有錢來啦 田雞對國內的操作 不是很熟 我告訴你 田雞真的以為 有錢啦有錢到了 好了 那麼 你說優號要 要扔50億 那些記者會問 那你做甚麼呀 做甚麼呢 就講了三個題目 新文女王二 黃金時代 家族榮耀之 繼承者之戰 這些肯定是之前已經跟TVB聊錯了 他說這些叫重磅劇集 上次看到新文女王如果你覺得是重磅就是重磅 這些重磅 我都很搞笑 好啦 那麼 他說有很多的 因為現在 主要看這些電視劇 竟然是90後 和00後 成為了主要的 群體來的啦 還有一些人以前也是看陳秦記 70後 80後 但最近這些人很喜歡 這樣去統計的 經常把數據都拿出來 然後他們說 你會這樣這樣做吧 然後他們就說 大灣區是 用戶的主力來的 所以我們很緊張他們 這個新聞女王推出之後 哇 整個西南區的地方 用戶升了 百分之 接近百分之十 首先 說了一大堆 這些數據之後 小心一個 情況 就 國內 逢是這些高管說這些東西 你要背後看看 為什麼要這樣說 數字是不是準確的 你就 各人有個人的心態 對不對 我就這個意思 他有他講你又你聽 我也知道新聞女王在國內有反應 但是並不是好像他講那麼 誇張 即是你說 王家衛的作品 很厲害 很煩花 但是你說新聞女王很厲害就很搞笑 就是這樣 新聞女王不是很厲害嗎 又拿了50億 背後有原因 然後 然後 人家會問他的記者 說 有50億 怎麼花錢 這些錢 有很多錢 然後說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有信心 對香港的娛樂圈 有信心 對幕前幕後 也有信心 這個你不要問 怎麼花錢 我們有計劃的 包括香港電影 香港的劇集 香港的綜藝 文外內容 我們都會投資 什麼呢 聽不懂 即是 根本他還沒想 明白嗎 國內的人 你要做一個計劃書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我們在香港做 香港覺得OK的計劃書 在國內來講 10%左右 國內可以做到非常詳細 尤其是YKOOL這些公司 要你寫一些計劃書很詳細 如果 說出來的陷陷糊糊糊 我可以告訴你 根本那件事 不是這樣 是隨口說的 為什麼要搶 我首先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國內 一直以來 就是優浩 騰訊 和愛奇藝 三分天下 大家爭得很厲害 當Risk Fund的錢 不再投入 這些平台 其實 他們也要開錢 自負盈虧 不然就沒有錢 生存 以前的方法就是 亂燒錢 不停買劇 買用很多錢 於是令到他們自己會搶到頭部劇 很威風 有關於他公佈的 說多少億 多少百萬 收視 你聽聽就好了 因為數據全在他手上 他說怎樣就怎樣 因為他不需要 給你什麼特別的錢 任別人說 就算你做一些網絡電影 你拿上去 分了多少錢 只是他告訴你數據 任他講 明白嗎 沒有一個公正的 統計系統 什麼都沒有 他還在 所以每一個平台都說他最厲害 你不是這樣 你怎麼跟你的投資者交代 你一定要這樣說 整體到最後就認一下 究竟你賺多少錢一年 是這麼多 對嗎 像是愛奇藝 一直都虧錢 突然間你的Risk Fund 不給錢 他就開始賺錢 怎麼賺錢呢 很簡單 大量 不給錢 刺人就可以了 接著不用太多錢 去賣劇 就是這樣 但是這些都要宣傳 每年拍一個更厲害的 類似的樣子 就出來張揚一下 而這次 阿里巴巴為什麼有這樣的張揚法呢 我可以告訴你 是有一個歷史整體的環節 的原因 稍後我會慢慢解釋給你 好了 他説50億是我們對這個 香港 民喻行業的 投入的承諾 而且希望 換起更多的從業者 一起來投入 投入你又投一點 我投50億你投5億 大家一起把香港 打造成為面向中國 以及全球國際的文化窗口 說得好聽的 我告訴你 實際上 當然不是 好 好 另外一個消息 其實是很鎮奮的 怎麼鎮奮的 香港人聽來 就是暈暈的 他説2023年 被案納倒行的電影 已經有30000部 這個是歷史高峰啊 好厲害啊 很多被案成功啊 因為國內是被案成功才可以拍的 即是被案的意思是已經通過了劇本 不是 你不能拍的 其實每一年中國要上映要開拍的500至700部 真的有5年的儲備在這裏 其實50年都有 你批不批 你喜歡批就批 只不過他想 給你一些 電影人會覺得 你有些可以拍的 於是就放你一些 任他做 即是覺得 他現在知道不需要勒著你的劇本 他勒別的地方就可以了 是一樣的 其實 國家的意向已經在以前說得很清楚了 不想你那麼多電影上 他不想整個國家那麼娛樂化 明白嗎 所以整個中國為什麼娛樂圈會受到衝擊呢 是因為新的政策認為 娛樂 荼毒 這些人民 明白嗎 不要搞那麼多娛樂 大家多聽一下中央的政策是怎樣 所以以前中央有什麼政策出來的時候 試過 我這段時間就說 放些舊片 是為國家 整個主線服務 明白嗎 這次他們進來香港 不是這麼簡單的 不是只是說 買你的劇拿上去做這個搬運工 為什麼 他會派一些 專業的編劇團隊 來到香港 和你香港的編劇一起去 量度 厲害嗎 他說我們會引入一些 全新的寫作概念 包括很多他們在大數據找出來的資料 告訴你 我作為一個國內人的編劇 我可以告訴你情況是怎樣 即是 經常有人會禁止你的 內容 你明白嗎 這樣又不行 這個 就是國內的 模式 他拿著數據 你又沒有數據 他說不行啊 這個不可以的 你這個開場 這樣不行啊 我們試過 譬如說 找一隻 狗 一開場 跟男主角在沙灘那邊玩 他說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啊 他說我們試過 逢是一出狗的時候 然後呢 收視率就下跌了 你脆不脆就下跌了 是這樣的啊 他管得你幹什麼 明白嗎 或者你說 一開始有個老人家在講故事 他說不行啊 我們試過有三個 劇都是這樣找老人家 相對來說 他的評分是 D級的 是不行的 就不停閉 那你去哪個可以的 我們就想問你 你給我聽 是甚麼可以的 明白嗎 即是這一群人拿著數據 他不會告訴你 哪個可以的 因為為什麼 如果他說哪個可以的 還是不行 他不會說的 他就說哪個不行 你說甚麼他都說不行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 所謂的中國電視劇的負責人 我跟你說 那麼 他後來就說 找我這個團隊做就行 他加入了為什麼 因為那個團隊又收多少錢 然後他後面有錢收 這個就是這個方法 明白嗎 各個都 了解到的 這個就是中國 玩的方式 那好吧 他就說我們要拍一些新的港劇 不可以用以前的套路 以前的套路 即是我們會有的 一樣有TVB的套路 對白 但是 那些金句 不同了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回一些 指引的話 有很多在網絡上 恥笑香港的 TVB的劇 當然是這樣的 有這些套路 好了 現在我們要拍一些新的港劇 就是 不離開了常規的跑道 會有優勢 不再以前那麼簡單的 懸疑 罪犯 偵查 雖然是可以 但是我們有新的港劇 但是怎樣的新 他也說不出 明白嗎 然後就說 你看看我們要用一些新的導演 因為為什麼 我們國內的電影 現在你看看 有很多新的電影導演 都走出來了 所以要用新的導演 年輕的導演 這些我聽了很多 我們說 實際上不是這樣一回事 不要緊 然後 港藝振興計劃 就會將 更多的戰場放在內地 你明白了 更多的戰場放在內地 做劇的時候 要目標的壽終 不只是香港 要一起 內地大還是香港大呢 那就是內地劇 即是用香港的人才 去編寫大陸的劇 厲害嗎 厲害吧 當然沒得頂 真是 由香港人去編寫大陸劇 真是 香港人喜歡 可以嗎 香港人喜歡 如果大陸也喜歡 這個就是 結論 有沒有香港人喜歡 大陸也喜歡 沒有 你要找一群大陸人 去 就要適合大陸的口味 對不對 所以 以前 阿里是透過 不同的渠道 去投資TVB 現在其實是一個合作的 就是 等於 另一種方法 去控制了你 他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首先 因為 這些新聞女王 之前已經合作過一些 未完全 感覺到一個 適合 國內的市場 不如我們找些人過來 搞搞你 他們就以為搞得了 這就是合併 實際上 當然是合併 我跟你說 香港人知道嗎 他又說到 大數據加科技 很有趣 我們的新團隊會出了很多厲害的東西 像現在 現代流行的 國內的 爽劇 哎呀 香港人都沒有 解釋到什麼叫爽劇 我們就 爽劇在哪裡 你記住 他叫你學習 學一下 所謂的大數據 香港人數 一拼香港也要7百萬人 我有十幾萬億人 那麽你變一拼 你的大數據 你是大數據 只是少數據 那麽你不能出聲 就聽了他所講 明不明白 香港那班編劇會如何 那我就說,我還可以寫一下,我就是這樣 創作就是這樣 說了很長的關於這整個項目 究竟阿里巴巴想跟這一個合作 首先,你看到我的態度 這件事根本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呢? 因為現在三個平台 優浩、愛奇藝和騰訊都是比較平均的力量 如果大家不可以作出數字就可以了 最後就是看誰贏錢 他可以拿很多理由說 我現在這個什麼什麼 沒什麼所謂 那麼 他們是不是想做好呢 我可以告訴你 優浩是想做好 但是他沒有辦法做好 為什麼呢 有原因 首先你要看 看看整個優浩的結構 優浩早期是相對來說比較小的平台 跟他一起競爭的叫做肚豆 後來 在一個競爭的分頂 給了多些錢之後 優浩就吞了肚豆 所以以後就叫做優肚 平台是這樣的 他變成優肚 優優的肚 就變成優浩肚豆 最後剩下優浩 肚豆也沒什麼 現在在外面 在國內 說肚豆也開始 那些新的人都不認識 以前肚豆也很大的 他進去之後 他就把肚豆最厲害的 做短片的那些 就扔掉了 不做了 不做短片 基本上就是優浩做影視為主 OK 阿里巴巴 買了 後來 後來優肚 原本優浩的老闆 就頂不住 整間公司因為賺不到錢 就把他賣給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要進入影視圈 所以那時候阿里巴巴 吞了優肚 優浩家肚豆也全部被阿里巴巴賣 阿里巴巴正式變成大老闆 那時候因為優浩以前的老闆 叫做古詠昌 他就是 委任了一個叫楊偉東的人 這位呢就是 原本是他們自己的部門的head 將他變成優浩土豆網的 副總裁 應該叫做土豆網的副總裁 後來就再升為總裁 然後再加上優浩土豆的時候 他就將他成為了 因為阿里巴巴後來賣了 就是成為了阿里巴巴文娛集團 的優浩 的CEO 即是管理優浩,但是主要是負責影視方面的 後來就兼任了這個音樂的情況 即是說 這個原本是屬於優浩集團裡面的一個負責人 叫做楊偉東 他就說是在這個電視劇裡面最主要 那時候的優浩 基本最重要 因為電視劇用很多錢買 花很多錢 他就負責了 那發生了什麼事呢 你要經歷過國內的電視劇是什麼 你才會明白那個問題 那裏的電視劇就是他們自己會成立了一批一個部門 那部門裡面有很多製片人 那製片人就負責出去外面跟不同的製片公司合作 你想像是刀劍笑 你把計劃拿出來 你的劇本也好 扔給我們這個部門 這個部門裡面有不同的製片人 其中的製片人就拿了這個合作條件過來 好了 然後他們就討論好沒有用 好沒有開這個 投不投資給你 諸如此類 然後通過之後 就投資不給你錢 大致是這樣的 那個環境是很好的 但是實際上是怎樣 實際上就是 你究竟認不認識入面的人 你認識入面的人 你就能做到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劇是他下面的製片人 自己私下在外面跟他有關係 甚至乎有肝股的公司 有得開拍 明白嗎 國內 到處都是這樣 全部都是這樣 即是 大家都在背後收錢 然後 就說到懶好偉大 每一個人 在後面 收錢就和你合作 所以你要認識入面的製片人是很難的 因為為什麼 他 你要跟他談好 究竟怎樣 我們都談過了 即是怎樣收錢 怎樣搞的東西 他們又會幫你去通過那些關 而那些關的人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要搞定他的老闆 他老闆是誰 就是楊偉東 楊偉東也有自己的女兒 自己有些人 控制了不同的 然後 他又不會吃光的 大家有時 大家一起賺錢 明白嗎 結果是怎樣 結果有一天 楊偉東被拘捕 從此 一輩子都坐牢了 當時是2018年 揭發了 貪污 面美 他們被拘捕 被拘捕 當然 同時會牽涉到下面有很多製片人 因為那些都是 受賄的 而 由楊偉東 結構成這個製片的部門 結果就一次過 掛了 全部都死了 這就是大陸的特色 中國特色 好了 死定了 怎麼做劇 不要緊 然後就把整個部門 電視劇 歸納到 阿里影業 那個部門 即是阿里影業就是搞電影的 阿里影業以後就管理你 電視劇 就他們說了 那你這班製片人全部醜 無端 他們說了 這樣 這個新的行政總裁 就是這次帶領這個 那些人來開會來香港的犯怒院 那 那個過程就是 新的大哥走進來 很多劇集在拍攝 有很多版權我賣給優浩和你合作 收緊你的錢 全部都停了 厲害 因為 你以前合作 即是說 透過 總總渠道和楊偉東 後面收錢 對不對 你這班製片人 大家知道一定是這樣的 你賄賂他 就搞定 現在我來到 我全部不認賬 有合約的 你追到我的錢 你追不到我的錢 我全部都關掉 一毛錢不再給 於是乎有一大堆的劇集 正在拍攝 我和你交了很多 慘不慘 有些人 你知道 這麼久 老闆我都熟悉了 那個叫做楊偉東 好朋友 是不是 有機會和我上床 繼續在這裏搞 很開心搞搞 就自己賤錢出來 經常都是這樣的 公司的錢還沒批下來 等等 一定可以的 誰知道 拉了 於是乎這一堆的製片公司 就跑去吵 有些不只是製片 有些是 版權 因為那時候 他買很多版權 炒高你的版權 很多 鬧鬧鬧鬧鬧鬧 好啦 當你這班人在吵鬧的時候 這個新的煩惱丸 不認賬 能夠 斬就斬 因為為什麼 我買了你 我沒得 做好一點 於是乎這班人 就很慘了 死了一大班人 那個年代 就是差不多我回來香港 就是 18年那時候衝擊到 差不多了 我還是那段時間 離開北京 剛才突然間沒有電 沒辦法 於是又要再 剪止不切 拍一拍 剛才說到 阿里 把楊偉東 扔進去 牢 然後 法律院來接 然後死了很多人 很多製作公司 跟他合作了很多年 就死了 我不認賬 這個是導致 阿里影業 即是優浩 跟著 在那些時間 很難再找一些 好的團隊 跟他合作 因為 大家都害怕你了 我不如走去 跟愛奇藝 和憂 騰訊 他們都有關係 這次對這個優浩 是很大的損傷 你很難找回 一次過找回 那麼多 有專業的 能力的團隊 來合作 所以他一直以來 都想開發新的 路線 包括其中一個 就是香港 他很想借助 香港的力量 去補充他對國內的製作能力的不足 於是 你看到 這次 我們來一齊 50億 去搞這個活動 令到香港 在廣藝振興 他的心態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在國內 做了那麼長時間 這些都是一個 主流的 噱頭來的 搞什麼 會跟TVB 搞幾個劇 電影 最後就是 入股到香港的電影公司 那你 盡量上他的平台 播放 會的 但是你說什麼 培養 我告訴你 國內的 這些 負責的 影視的人 他那個想法 跟香港的那班人 非常非常大的矛盾 打架都可以 我跟你說 沒有可能的事 他們全部計算大數據 什麼叫做創意 創意就是大數據 你跟進了一個數據 來做事 是這樣的 有什麼創意 全都死了 為什麼想跟年輕人做事 年輕人收到錢 就肯做的 容易一點 那些稍為成長的導演才 你叫 王家衛看的大數據 兜巴掩進去 是不是 沒有用 所以 現在的 泛老院 他們下面的人 一直搞什麼 多餘 跟你說 浪費 所以田雞 以為 什麼 就是 他也不會成功 和香港的那些人 會有很大的磨擦 但是他只是這樣做 他要告訴股票市場的人 如果你有不一樣的一個模式 在國內有機會打贏一場勝仗 於是你記住,買我的股票 我是可以的,我是可以的 又要告訴股東 基本上是這樣 實際上浪費了 你試試看他三、兩年 看他出了什麼 我告訴你,是一坨屎 我告訴你,香港不是很理解國內的市場 他說通過多少都沒有詭異 我告訴你,國家根本就是 你要記住,要限制娛樂 現在這是最重要的 即是說,你娛樂可以,但是不能夠厲害 明明,不能夠像以前那樣瘋狂 沒有啦 因為,國家不想你這樣 想大家 沒有那麼多娛樂 走去敬拜一下共產黨 敬拜一下我們偉大的習主席 敬拜一下馬克思主義 這樣就對了 這樣,大家都要花時間 去努力,了解一下 新中國是怎樣的 是這樣 不是,玩什麼?娛樂什麼? 不是這樣 明明的 你看看 你說什麼興起 你走去 北京,我經常說一件事 地方叫高碑店 幾千間影視公司 我們都經常在那裡打燈的 頂! 八九成,現在已經整理了 你說興起? 你興什麼? 你說有劇本就可以了嗎? 他不會跟你說真話 真真正的興起 就是一大堆公司 全部興旺 每個都公開 這樣就興起了 實際上 看多少劇本就可以了 你批多少劇本就可以了 到時你又可以不批 任他玩的 這些是數字遊戲 沒有意義的 所以 這一次阿里巴巴玩的遊戲 大家叫做 《工藝振興計劃》 他純粹是一個宣傳的口號 所以你問他的細節 什麼都沒有 碎到連小小的計劃 只是說了幾個劇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是真正主流的 沒有意思的 所以香港的娛樂圈 不去理他都可以的 但是 我跟你說 你不想去中港融合都不行了 未來全部都是這樣的 所以香港的影視文化事業 將會一路一路地跌 如果你還是很有興趣 在影視圈裡發展 我就覺得 你不如乖乖地 看本地的東西 這樣就會好些 你會舒服些 你看上面的東西 來不來你就看一下 有新東西 就做一下 不放有好東西給你看 我跟你說 大家都是想 希望 在主席的懷抱之下 學習一下 共產主義 學習一下 這個新的思想 新時代 如何 你這些娛樂 就慢慢 丟臉丟臉 這樣就算了 所以大家都不敢 吵架 有什麼厲害的話 也不要那麼厲害 不要像以前那樣 一槍就做過你了 明明啊 所以娛樂的事業 在香港來說 就會慢慢適離 你 是沒得逃走的 好 說了這次的 港藝振興計劃 哇 很高興地說 很借這樣完結 因為 已經是 中國 香港 明白嗎 你想有什麼香港 回復以前的娛樂 好 拜拜 怎樣可以找到娛樂呢 看一下YouTuber 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 這樣就有娛樂了 你想像以前那樣 拜拜 It's over OK 希望你喜歡這條片 希望你點讚 Subscribe 希望你會 Share給你喜歡的朋友 拜拜